大家好 我是堅持 介紹的大家好 房子的大喜 今天來到潭子的大峰路 這邊是大峰路三段 跟大家介紹一個青屋裡的車庫別墅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大峰路三段的話 非常的寬闊 這個路寬到高達大概12米左右 那我們先看一下 對面這邊 這個路口一出來就有一個奇美超市 非常好逛 奇美超市旁邊的話也有土地公 要去拜拜也很快 那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個社區 它的社區名字就是叫做地城大峰樹 那趕快進來看吧 它這個算是一個社區型的別墅 好 那 可以看到它這個建築物風格就知道它算是比較清屋裡一點 好 好 那今天要介紹的就是我們回頭過來看這裡啦 就是這一間 這邊是它的車庫的空間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客廳的空間 哇 它這個客廳非常的寬大 而且它有跳高 這個高度的話應該是3.2米 跳高的話就是會比較舒適沒有壓力 我這裡還有一個 太空貓沙盆 好酷喔 你過來這 炸不就好了 幹嘛放蛋 我們來看這邊是一樓的公用衛浴 它這個廁所 馬桶的部分是有做成免治馬桶 而且還有那個洗澡淋浴的空間 都很足夠 這邊它是一個開放空間 原本的話應該是餐廳飯廳 不過現在就是說他們 屋主他們是把它當成雜物間啦 如果說你需要這個 一樓的這個 校勤房的話這個地方也蠻適合在隔一間 這邊來到廚房的空間 廚房的話其實 其實整個配備都很完善 包含這個 它的檯面也蠻大的 它這個檯面一個L型的 這個料理的空間也很夠 看一下 看一下那邊 這整個料理的空間也是蠻大的 這廚具的話它都是有換過的 都是新的 這邊有個後門 那我們現在來去二樓看 就看樓下好不好 對 那這裡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樓梯的部分 它這個是用這種花鋼石 這個質感很好 這邊的話 其實原本是房間啦 但是他們把它做成一個小客廳 一個小客廳的空間 只要把傢俱 床鋪擺過來 一樣它還是一個房間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 這邊是後面的露台 這裡就是我們廚房上面的空間 這露台的話他們有搭這個 鋸鏽鋼的這個 雨遮 那我們看一下這裡 它現在現況的話 地磚是有一些隆起的狀況 可能因為這邊的話 風吹日曬比較劇烈 所以就 有這個狀況 這其實也還好 這就是把這個地磚再全部換過去 好 那我們來看它二樓的公用溫雨 這一樣也是有幾次馬桶 而且它還有做乾赤分裂 它一樣沒有開窗比較可惜 所以說就有做這個 抽風機 好 現在來到主臥的空間 哇 這個臥室非常大 我們看一下 包含這邊有一個衣櫃 這裡是一個雙人床加大 旁邊 這邊還有 這個走廊的空間 這裡 一樣還是有這個走廊的空間 包含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電腦桌 這個梳妝台 所以可以感覺到 它這一間真的是非常大間 我先來去看三樓的部分 這邊是後面的房間 好 那一樣跟樓下那個格局大小是差不多 這是一個單人床 這雙雙人床 對 這是雙人床 包含這個儀櫃跟桌子都 中間都很夠 這裡是我們三樓的公用溫雨 它一樣有免治馬桶 它沒有 這個 乾赤分裂 但是它是有一個浴缸 比較不一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三樓前面的這個房間 當然這跟二樓的格局其實也是完全一樣 一樣的大小 但是這邊的話 擺放的家具又更少一些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它的 空間感又更大 這邊就是頂樓了 這邊就是頂樓了 這個是後面的露台 那後面的露台的話它是有搭這個 空間也是很大 跟樓下下面的房間是也很大 好 這邊是我們 這邊就是神明廳的空間 那它這邊有一個前面的陽台 來 因為這個陽台非常的開闊 那它有做這個不鏽鋼雨遮 所以說這個防水跟隔熱效果也是很好 它這裡 因為有信仰的關係 它有在這邊擺放精爐 有對外出去這樣 其實對面也很多住戶也是用同樣的方式 把它來處理這樣 現在這個在坦子大峰路巷弄內的 青烏林透天 目前開價2180萬 歡迎來電 預約賞物